中央政府也举债破表了 我们承担不起这样子的大灾难 然后呢 也不要政府这样子带头去炒作地皮 所以这是非常可恶至极的 我们今天讲三个聚落好好的 都在偏远都可以剔除 即便在中间也可以剔除 为什么不给他们整个出诺去剔除 原因无他嘛 因为那个城堂里面 在地方民意代表 中央民意代表在该地的 包括官员 包括学者 已经是全民投资运动了 念学者 念官员 念中央的代表 乡长 议员 管长 又跟 帝衡的 这些立位 每个人都拿 全部的家产 投进去了 买在那里了 所以他非干不可了 可是呢 对你们来讲是 投资要获利 对这些人是 我要活下去啊 投资获利的人 放在第一个 活下去人就活该被践踏致死吗 所以这是非常可恶啊 那是陈根德他大谢谢人在哪边 住在哪边 他才有这样子弄 真的 我了解 就是陈根德他们的大谢谢人 还有他们同学都在那里 他们都在那观山沟测 都知道了 我刚才住在那里 四五十年了 我老公也住在那里 十万年了 我很努力把这块地 这样在那里过掉 我没有一个十万人了 今天我们是沙漫了 我们十余小孩 出来去贪钱就好了 我们这老实人 我们够这块地 也要成功了 我说是个很可恶 这个政府很可恶 有人让我们来 我想到这个很完蛋 今天我会让我们一起去 这件国家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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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居民强烈质疑 一定有官员 有立委可能带头 炒作当地的地匹 所以我们的征收范围 才会一再地扩大 这一下媒体 如果有兴趣 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说明 这个征收范围 从2009年扩到现在的状况 是增加了三倍大致多 我们都有图示 待会大家如果要補拍 就可以过来 那我们也谢谢那个 徐芬委员刚才解释 有关分期分区的问题 那我们这个图上 也清楚地写出来 这是在另外一个资料 我们刚刚操上去的 现在的第一期 包括所有的蛋黄区 你们看到的绿色部分 以及 桃围县政府的第一期 也就是蛋白区的 那个第一期 黄色的部分 绿色加黄色的部分 是所谓的第一期 然后他们说 这样子有分期 有成长管理 这个叫做分甲的 甲分期 第一期有多大 区段征收 光是要征收来的 区段征收人民的土地 第一期有 1484公顷 加上1174公顷 加起来就已经 大概2600了 再加上 中间有一块 我刚刚提过的 海军基地的空地 那一块大概有400公顷 所以第一期的开发 范围是3000公顷 它的分期 第一期是3000公顷 剩下多少 剩下几百公顷是第二期 所以光是从面积来看 我们就质疑这个分期是假分期 那刚刚委员也讲了 为什么我们一直强烈的要求 一定要分期分区 从财务上来看 我们很怕3000公顷一次征收 绝对会拖垮我们家整 我们国家整个财政 从需要性来看 我们已经说过了 桃园航空的这个征收 就是福岸征收 它征收的这么大 桃园现在有多少 闲置的工业园区产业用地 我们算过1500公顷 桃园县境内 现在现况 有1500公顷的闲置用地 我们强烈指引 为什么要再立刻征收3000多公顷 做什么样子的产业呢 最后一个数字 跟媒体报告 跑道真的要建在那里 也只需要615公顷 然后桃园县政府既有的远雄自贸港 包给远雄做的远雄自贸港 27.5公顷而已 做了14年 只做了 做了14年才做了27.5公顷 各位媒体想想看 现在一次3000公顷 到底到时候会变成多少的文字园区 那我们的居民的权益怎么办 那我们最后 我们接下来再请我们的游美女委员 来跟我们提下 游美女委员一直一路伴随我们 反征收的居民 那也多次要求内政部在审议上面 做更公开 更民众参与 更周全的考量 那我们先请游美女委员来跟大家 游美女委员跟大家讲 桃园航空城 其实对 我们并不反对桃园航空城 其实我们反对的是 你浮烂征收浮烂扩大 那其实在这个102年12月12号 立法院的第四会及交通委员会 也做过决议 那时候的决议 其实也列举了六大的疏失 然后要求在这六大疏失 能够改善提出合理说明 跟改善计划之前 要停止该计划的所有程序 但是立法院的决议归决议 我们看到政府仍然继续做他的 甚至违反这整个一个程序的正义 仍然让这个都记通过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6月16号 也曾经召开过这个记者会 那我们要求呢 就是要求他的整个一个程序 必须要符合公开透明 那民众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内政部呢 其实也答应说 他愿意去比照 这个环品的一个整个一个程序 在6月16号 希望说这个都记审议的这个部分呢 要能够就是依照我们的这个环品 整个一个让民众参与 然后在整个一个严格的程序 但是呢我们看到说 好这前两天呢 这所通过的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一个 整个一个审议的过程呢 他把需要表达民众 民众要表达意见的 把他聚于门外 然后让这些的财团呢 能够进去里面 那甚至呢 做出这样的一个完全违反6月 12月12号 这个交通委员会的一个决议 交通委员会呢 在这个12月12号的决议里面呢 他里面就明摆的指出说 你这里面呢 一次就要开发3000多公顷 没有依法呢 要这个分期分区的征收的开发 那这里面是违反都市计划法的第17条的规定 就是所谓的成长管理 你必须要呢 要分区发展优先的次序 那我们看到呢 他今天怎么样 他做出决意能量说 好我是分期分区的开发 但是他的分期第一期是多少 将近3000公顷 所以呢 是像他的分期跟这个官权 完全是假分期假分区 完全违反12月12号 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决议 那另外呢 我们也看到说 在这12月12号呢 所做的决议里面还包括说 这第三跑道的没有规划清楚之前呢 你不能够先呢 增地破千 那我们看到他现在的这个分区呢 分区分期开发呢 仍然是明年 这105年开始呢 他仍然要照样进行他的所谓的 土地的一个征收破千 那在政府的讲法呢 他就说 防空城必须 所以呢 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 必须要牺牲人民的利益 但是我们去看 整个航空城 就像刚刚所讲的 事实上不需要到4000多公顷 也不需要一次开发3000多公顷 而对于人民 我们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里面 一再的牺牲农业 然后去辅导工业 然后牺牲农民的权益 去辅导这整个所谓的商业 但是我们也看到说 今天呢 也牺牲中小企业 然后要去扶植大财团 这也就是造成我们今天 整个台湾的社会 平步悬殊这么大的一个原因 也是公然违反 我们政府签的三个公约 里面所捍卫的这个居住权 这所谓的公平正义是完全都违反的 所以虽然说 好这个都市计划委员会 他通过了 但是他在整个一个过程 完全违反程序正义 也完全违反我们过去 几次召开 记者会 还有公平会呢 要求他必须要符合这整个程序正义 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整个一个航工程 一路走来 真的是假计划 假公益 然后假人口资料 假产业专区 然后假提出 假审议 假沟通 假冰情分区 甚至假环品 他还想要用这政策的环品 来代替个案的环品 那这个部分呢 刚刚这个假律师也都讲过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再一次的呼吁 政府呢 必须要赶快 依照回到12月12号 立法院所做的决议 应该停止一切的程序 还是要回归到整个程序的正义 否则的话 人民的抗争呢 会让这整个一个计划 会致爱难行 谢谢 好我们谢谢邮委员 然后真的很希望我们的政府 能够回归体制内的法制面 去好好的尊重我们人民的权利 那昨天的 星期二大会的会议新闻稿里面 他们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除了分歧分区的问题 跟人民诚情意见的违反之外 他们还提到了有关蹄塘部分的决议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请 长期关心 反惠先居民的 在地联盟的潘中正老师 同时也是很关心环保议题的 潘老师来跟大家说明 各位媒体朋友好 我是桃源在地联盟 我们是真正的一个在地的组织 关怀自己家乡的团体 在整个航空城的审议过程里面 我们几乎是全城的参与 我们看到了我们县里面的这些 可怜的农民 他们好不容易呢 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一些土地呢 就在这个披着所谓 爱台十二建设 所谓旗舰建设这样的一个大帽子之下呢 就要强征他们的地 我们看到了这个过程里面呢 已经由老人家死见而去 这整个过程我们感觉到就是 民意是不被尊重的 我们感觉到国家的暴力呢 根本就是霸凌我们人民 这个叫民主社会嘛 我们觉得这是非常可耻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一次的征收里面呢 有关于蹄塘的部分 我想大家了解 早先他们都说不征收 因为实地保育法 有保育这些蹄塘要留下来 那后来呢 因为有人翻桌 翻桌了之后呢 就说所有的蹄塘统统征收 要让所有的人都满意 那因为水利会 他们呢 也很希望分一杯羹 不希望被化在产专区 他们也希望能够配到 住宅区或者是商业区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 真正地去炒到地比赚到钱 所以在他们不满意之下 这一次呢 他们竟然把所有的蹄塘统统 除了那个第三炒到部分的四口以外 其他的他说统统不征收了 这不征收之后 我们看到水利会态度也软化了 要带他们跟他们再去协调 这整个过程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 草率 腐烂 这样的草率腐烂 让我们深深的感觉 桃园的悲哀是在哪里 桃园的皮糖 是有世界自然遗产价值的 这样有遗产价值的应该是要尽力的去保护 可是从原来上万个皮糖到现在只剩下不到两千个皮糖 这是谁造成的 这不就是我们政府口口声声要保护文化资产的这一群人造成的吗 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强调 在地的团体会努力的来支持我们所有反破迁的农民 我们也要从八月中旬开始巡回到我们桃园县的各乡镇 我们要到街头去告诉我们的民众 我们也会透过各种文宣 包括网络 包括记者会或者是新闻稿的方式 我们要继续去图显这个不公不义的一个政府 是怎么样的来对待我们人民 尤其今年底就是一个重要的选举 我们要求所有的候选人都要表态 航空城可以是一个梦 可以是一个我们要追寻的一个美好的梦想 但是它的过程不可以是腐烂 不可以是强征民地 至少要做到全区听证 要让人民发出他们的声音 经过一个合法的程序 最后大家一起共同来完成它 不可以是现在这个样子 讨厌代理人们会永远坚持这样的理想 和民众在一起争取我们社会的正义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潘老师 关于皮糖 我们只想很沉重地表示一件事情 我们的皮糖有没有被征收 会不会被征收 我们政府从来不是去考虑皮糖的环境价值 文化遗产的价值 不是考虑这件事 从头到尾要征收不征收 都是因为跟草地皮有关 水利会是大地主 水利会大地主皮糖都被征收 会不会影响其他地主的权益 是因为这件事情调不定 上一次大会 皮糖的事情没有办法解决 水利会太强硬 一定要配注商 这次官员决定不征收皮糖 不是因为这几口皮糖 官员意识到它的价值 而是因为没办法 水利会太强硬了 我们要惩罚他们所以所有皮糖不征收 让水利会这个大地主被赶出去 水利会被赶出去对我们的农民影响是什么 桃园的水军是他们在帮忙负责的 每一块农地到底有没有水 能不能灌溉的周全都是水利会在规划的 我们的政府竟然为了这个草地皮的利益 随随便便的就用这种要不要征收皮糖的方式 逼水利会就范 我们人民的权益到底在哪里 我们国家国土自然之源的重视到底在哪里 这是我们最不能接受的 从皮糖的事情上面 我们看到的是 这整个政府在这件征收事情上 血淋淋的利益上的斗争 最后我们请航空城反破圈联盟的干部蔡美宁小姐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反破圈联盟接下来的行动 各位媒体大家好 希望应该昨天前天那个29号的大会 大家都有看到 也都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反破圈联盟 连一个代表都不能进去 这代表着什么 政府的黑箱 政府扶烂征收 不敢让我们知道 也不愿意让我们听到 偷偷抬面下就这样通过 这是我们对政府 要强烈的谴责他们 因为是我们的家 我们的地 为什么我们不能进去 如果今天是官员 你们的家 你们的地 你们还会这样子 不可以进去吗 利益回避是什么 官员比我们清楚